它会有个档案没办法盖 这个应该也没有书上会这样讲 因为没有书上会告诉你这么细的东西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发现的问题 纯粹是经验 书不会跟你讲 就是说你盖不过去 主要原因是因为怎么样呢 它正在执行这个东西 叫ADB 这ADB实际上 应该算是有点像模拟器的驱动程式 它正在被执行 所以如果说你要盖 像刚刚有同学是从桌面上要盖过去 一直盖不过去 而且盖上去还是不行 还是有问题 主要是你要怎么样呢 盖过去之前请你把这个 把它这样呢 结束掉 就可以盖过去了 那这个方式 这个部分的话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干脆这样 你不要盖了 你就直接怎么样呢 把目标以后指向哪里 桌面就好了 也是可以 或者你甚至搬到低碟去 也可以 主要就是说 我只要一个目录 里面呢 是有什么呢 有这个 Android SDK 桌面上就可以 一般呢 那会有错误 主要同学是怎么样 其实解出来之后 可能目录里面还有一个目录 所以你要确定一下几件事 里面你要看到 第一个目录一定是Advanced 你不能有别的目录 你不能有别的目录 否则可能也是会找不到这个Android SDK的问题 按个套用 那这个我上面下载两个 一个是2.1 一个是4.03 按确定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建立模拟器 直接怎么样呢 把它start 那刚刚我讲过说 除了2.1之外 如果呢 你想要start一下 你的电脑到底快不快 你也可以讲4.03 那你也可以看一下说 开始计时 4.03 那这个size的话 我给它 也是128好了 那建议呢 解析度 不要太大 它预设的话800 宽度800 高度480 哇 这个解析度 光跑起来 电脑会 效能会很 就是耗掉很大 所以这边的话呢 也是HVGA就好 按一个PSAVD 好 那这个时候呢 4.03 也会被建立起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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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有错误